你好 我是美珍 2022年第一阶段的大马一家援助金BKM 已经从今年3月底开始发放了 为了确保这项援助计划能让真正符合资格者受惠 政府也从5月2号开始 为那些申请失败的民众提供上诉机会 民众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提出上诉 那就是通过大马一家援助金的官网 以至亲自前往内陆税收局办公室提交上诉表格 不过准备提出上诉的民众必须要注意 当中有8种情况并不能通过上网方式进行上诉 根据内陆税收局所发布的资料显示 一共列出37个拒绝获取BKM援助金的原因 而凡是申请失败的民众 当局都会通知他们被拒绝的理由 以及附上被拒绝的编号 如果民众发现被拒绝的理由属于不合理 他们可以从5月2号开始提出上诉 在提出上诉时 民众需要成交相关的附交文件 以便证明自己符合BKM援助金资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民众的BKM援助金申请被拒绝的编号是 19、21、22、23、24、25、26以及27的话 就不能在网上进行上诉 反而需要根据当局指定的日期 也就是从今天5月9号开始 亲自前往附近的内陆去收局柜台处理 不过如果收到被拒绝的编号是08或09 这意味着申请者的收入并不符合资格 在这个情况下 申请者并不需要准备额外的附加文件 因为内陆税收局将会根据资料库的数据 来重新审核上诉申请 政府推出大马一家援助金BKM计划 目的是帮助低收入群体减轻生活负担 因此早前申请被拒绝的民众 应该抓紧时间在长达一个月的期限里 提出上诉申请 凡是成功上诉的民众 可以在今年9月和12月收到援助金 与此同时 第二阶段的BKM援助金 将会在下个月6月开始发放 根据了解 2022年的大马一家援助金 将会分成4个阶段发放 也就是今年3月、6月、9月和12月 不过并不是所有群体 都能在4个阶段获得援助金 当中受惠的单身人士 只会在3月和9月获得援助金 至于家庭组别、勒领单身人士 或者单亲家庭 就可以在4个发放的阶段中 获得不同数额的援助金 在过去3月份发放的 第一阶段BKM援助金中 超过960万人受惠 所涉及的拨款高达82亿令吉 这也说明了 无论是受惠人数还是拨款 都比去年的关怀人民援助金 BPR数额来得更多 此外财中部日前也表示 第二阶段的BKM援助金 将在今年的6月发放 涉及金额为11亿令吉 无论如何确实的发放日期 还需要等待当局正式公布后 才能知晓 随着新冠疫情趋向缓和 全球各国包括我国政策 不放宽各项防疫限制 然而全球目前依然笼罩在 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阴霾当中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 政府不只实行价格的管控 更对各项统治品进行补贴 这包括了从家用的电力 到出行的汽油 从日常的食用油到鸡蛋的生产 以减轻物价高涨 对民众带来的生活压力 而在面对通货膨胀下 民众无论是否获得援助金 都要精明的消费 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避免陷入钱不够用的困境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